118 《信報財經新聞》 講名如領事達通中外聯繫 2015年7月18日 E.J.Global Place 21 Simon's Local Chatroom 畢者相約陳顯強醫生Jenry見面 地點是他位於銅鑼灣的診所 這並非一般的診所 因為Henry除了是偽植科科醫生 日常在這面 以正以外 至1993年起也擔任非洲國家納米比亞的駐港 奧名如領事 診所也是納米比亞駐香港的最高級機構 辦理簽證 協助在港的納米比亞國民 甚至當納米比亞正要訪港時 診所更不時成為接待貴賓的外交重地 不少非洲 加納比海小國外於經費 無法在香港設置領事館 於是委任名譽領事 這種情況在香港回歸後更加常見 因為不少國家希望藉香港開通門路 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 名譽領事則發揮中間人的重要角色 正如Henry作為香港人自然熟知 中港兩地最新發展 而其實他也熟悉納米比亞國情 與當地總統 官員數有交往 除了定期往返當地述職 閒事甚至會與總統以電話聯絡 除光債圈 在港澳委任名譽領事 2009年2月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港澳特區 名譽領事團 透過組織參與不同國際會議 向外推廣香港 訪問者 沈旭暉S 受訪者 陳顯強醫生H 正即是一位脊骨科醫生 同時身兼納米比亞駐港澳名譽領事S 可否介紹一下你的工作 為何一個香港人會當上納米比亞的名譽領事H 那時1991年 我在留言機會下認識了納米比亞的商業部部長 這位部長有一次來到香港訪問 我就幫忙為他安排行程 包括為他引見香港商界人士 後來更正式獲委任為納米比亞駐港澳名譽領事 其實直到今天 仍然有不少外國人不理解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的身份 例如香港為何會有自己的貨幣、法律、區域和截主權等等 我其中一個最主要工作 就是要向納米比亞官員解釋香港的特殊地位 以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所擁有的權利 每年 我環繞寫兩份報告書 交與納米比亞的外交部門 此外 納米比亞國民亦不時向我們尋求協助 例如在港澳為失護照的旅客 我不時到澳門診證 近年又會順道去探望兩位於當地留學的納米比亞大學生 然而 我接觸最多的當然是納米比亞政府官員 其實香港政府部門都不明白相關外交程序 令納米比亞政要在過境時會遇到不必要的麻煩 有時就需要我擔當中間人 使政要可以在過境和清關時得到便利安排 S 你需要定期到納米比亞述職嗎? H 我大概一年會到納米比亞一次 有時是出於他們要求 有時則是以旅遊認識過去 順道探望一下老朋友 我擔任納米比亞名譽領事已經超過二十年 認識了不少當地政要 包括總統、部長等等 向納米比亞政府宣傳廣告 中國大陸的工作 當然非我一人之力能夠升任 除了香港辦事處之外 納米比亞於北京也有外交人員 香港的指示領事館 北京的卻是大使館 功能和權力都較大 此外 中國於納米比亞也設有大使館 我每次到納米比亞之前 都會先知會中國駐納米比亞大使 對待外交人員講不如好S 既然你要不時往返納米比亞 那麼你有當地的護照嗎? H 我沒有納米比亞的護照 只有當地的居留權和外交人員證明文件 根據納米比亞憲法 我作為納米比亞政府工作時 會有外交人員應有的權利 而香港政府也必須尊重相關權利 然而 到底外交人員在外工作時的權力有多大 就視乎當地政府的取態 以香港和澳門作比較 香港的條文就十分模糊 未有清晰界定外交人員的特權 相反 同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 即特別為此出版了一本小冊子 明文規定外交人員的權利 例如可以在車牌掛上 C 以識別者是外交人員車輛 免除多項稅務等等 事實上 世界上不少大城市都有明文 確保外交官員的利益 例如倫敦就有外交人員專屬車位 我認為 經常以國際大都會自居的香港 應該在這方面多花點功夫 S 不少非洲和加勒比海國家 都於香港設有名譽領事 各國名譽領事平時有沒有聯繫 H 1997年前 駐香港名譽領事的數目比現時小得多 但回歸後 香港跟中國大陸的聯繫多了 不少國家都希望可以在香港有常駐人員 作為跟中國接軌的中間人 然而 由於經費有限 非洲和加勒比海國家 都未能在香港設立大型的領事館 就只好委任一些名譽領事 名譽領事的任期一般舊總領事場 因此大家都希望彼此間可以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香港的名譽領事代表團會三個月會舉行一次定期會面 此外 國際間亦有類似的名譽領事團聚會 今年的會議將會於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 納國人民受惠中國製造S 名譽領事於香港有什麼主要角色? H 最重要的當然是作為各自國家跟中國的橋樑 中國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經濟夥伴 早在殖民地時代 香港已經是國際有名的香港 香港有優良的法制、基建等等 是一個十分合適通商的地方 冷戰時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過時 現時國際間講求的是經濟外交 因此 香港作為香港的角色就更重要 我認為香港可以善用英國留下的制度 協助中國跟發展中國家通向 我希望中央政府可以放心 容許香港一方面發展自己的經濟 同時又擔當中國跟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橋樑 S 你對香港國際地位的未來有什麼看法? H 人才是一個地方的命脈 而香港就不缺人才 我認為香港人要更大膽和進取 否則就只會被邊緣化或成為下一個威尼斯 回歸後,香港漸漸失去過往的光輝 坦白說,我對此有點失望 我最近去過新加坡 發現不斷邊拆新加坡人保持國際都會地位的 正是其危機感 S 正如你所言 中國是納米比亞第二大的經濟夥伴 當地人又如何看中國? H 當地政府是中國唯一一個十分重要 且可信賴的夥伴 納米比亞政府制定政策時 往往亦有配合中國 這反映出中國外交人員的努力 不少納米比亞的基建工程都是由中國建造 且中國亦有在當地開採礦石 有一間廣州公司甚至於當地開採用於發展可能的油 納米比亞的電話系統亦由中國公司負責 納米比亞人民同時受惠於兩國的交往 當地人民過去要通過西方國家或南非入口櫃的電器 現時卻可買入中國出產的電視機或洗衣機等等 此外,雖然中國成衣的質素未必比得上西方國家的 但對當地人民來說已經很不錯 E.J.Global plus Simon's Local Chatroom 講名於領事 搭通中外聯繫 3.根本大約 4.jag 7.jag 1.jag